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大家都知道,五国现如今出现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铁路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12306进行网上购票 可以随时查看车次和到达时间 列车超时晚点也很少见 但我国的铁路系统曾经有过一段至暗的昏著时刻 不仅安全事故频发,而且还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 这是当时邓公直接下达指示 欲要搞好经济,必先整顿铁路 可见当时铁路运输问题已经到了不可不治的重振阶段 那以前铁路系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为什么它能严重的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呢?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聊一聊1975年的铁路大整顿 时间到回到1973年邓公复出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经济 而经济发展重灾运输 当时我国还没有高速公路 运输渠道基本上靠的都是铁路 铁路运输出现问题 几乎就相当于遏制住了经济发展的咽喉 而当时的铁路局由于受到多年文革破坏 铁路系统派系斗争严重 运输几乎崩溃 安全事故频发 列车几率涣散 那到底有多严重呢? 这里给大家梳理了几个事件 1969年5月29日 北京站由于司机不遵守红灯进行规定 导致两列车正面相撞 1970年9月7日 上海开完重庆的列车 由于超速运行 造成六节车厢脱轨 1971年12月31日 南昌铁路局张树弹车站 列车发生正面冲撞 那看到这里 大家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铁路系统居然可以乱成这样 而这些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光1969年一年的安全特大事故 就有近千起 这还没算上堵塞事故 在1975年以前 客户列车的正点率 只有可怜的68% 整个铁路系统就像五头苍蝇一样 迎头乱撞 调度形同虚设 混乱不堪 而造成这一现状最大的原因 便是铁道部的派系斗争 当时派系分为T派和支派 什么意思呢 所谓T派指的就是 踢开革命委员会 支派就是支持革命委员会 当时的革委在文革时期 就是属于那种 什么都说了算的存在 连政府都可以不放在眼里那种 两派之间经常发生矛盾 甚至发生大型武斗 而当中全国的重灾区 便是江苏徐州铁路局 因为当时的徐州铁路 是全国铁路系统的极重要枢纽 有多处重要铁路再次交汇 所以徐州铁路局的内部矛盾 显得尤其突出 在派系斗争下 铁路管理人员每天忙于内耗 像无票乘车 爬车 斗殴 轰抢 等治安事件层出不穷 火车司机随便下车吃饭 导致误点 调度严 值班期间喝酒打牌 规章制度根本得不到执行 更严重的在1967年的5月30日 徐州铁路局的两派直接发生五斗 导致1200人受伤 6人死亡 铁路客运中断28小时 货运中断达96小时 铁路调度基本失灵 领导班子处于真空状态 干线堵塞非常严重 当时的上海市经常处于断电状态 因为没储备不够 列车运不进来 那没有电 上海的各大工厂就受到影响 间接的就影响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所以铁路乱象 当时已经达到了燃眉之急的地步 但想要整顿全国铁路 必须先从重灾区徐州铁路局下手 于是在1975年 邓公派遣了改革四大金刚的万里 担任铁道部部长 并前往徐州进行准顿 整顿的形势既糟糕又麻烦 当时的徐州铁路局局长叫顾炳华 他顽固抵制外人对他的控制 而且还能搞到武器 在他担任徐州铁路局局长的十多年里 他和手下利用手中的武器 占据了火车站附近的一栋大楼 以作为他们个人的物资储备和供应仓库 公安局来抓人时 直接强行进行对抗 还拘留了前来抓捕的公安干警 甚至他和他的同伙 一度夺取了徐州市党委的办公楼 把市委干部直接拘进 于是他就成了邓公口中的 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 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 1975年万里带着邓公签署的中央9号文件 来到了徐州 这个9号文件全名也叫 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有了这份文件 犹如揣着一把上方宝剑 那为什么要带着这个文件呢 因为顾炳华一干人等 是典型的支派 而9号文件代表中央 地方上的派系斗争再激烈 有了中央的指示 还是要得照办 万里到了徐州 第一件事就是把顾炳华给抓了起来 抓了以后 徐州上下官员都极度紧张 生怕进行清算 但群众却都是拍手称快 通过十多天的连续会议和整顿 把徐州铁路局的一个个乱象 逐个进行纠正 一举扭转了徐州铁路的乾坤 处理完徐州以后 万里又奔走全国的各大铁路干线上 一个个的解决了铁路上的难题 郑州 南昌 诸州 昆明等派战严重的地方 都相继被拿下 不到半年时间 便把疏通中国的大动脉给疏通了 那为什么要把铁路整顿这个事拿出来单说呢 因为它是文革期间的改革奇迹 当时我国并没有结束内耗 还是处于一个严重的状态 所以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办了这批蛀虫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后来邓宫的全面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你知道为什么文革期间会有派系斗争吗 请把你的想法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曾史君 只讲真实的历史 我们下期再见